嗨各位,因為我今天這邊沒有新品 然後再加上Buildo再版應該有一定的熱度了 所以我今天今天來補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個人覺得 如果他當下有拿到沒有弄壞 可能再最終覺得他就活下來了 這個話是我們的 Kamenle.Buildo Love and Peace Box 簡單講就是用的是愛常吉的概念 但是我們今天話先不會講這個 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要來講 愛常吉裡面 死元餓碎碎冰棒棍好不好 我知道這個大家一直想要看 所以我們今天就趁Buildo還有熱度之後 又告了Buildo五周年嘛 所以來幫大家補齊一下 然後我要先說這個東西的話 它並非是屬於外傳的東西 它是屬於本傳 大概介於41-42之間吧 它在那個期間 基本上我們的戰兔有幫他製造一個裝備 可是跟他講一下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擠壓屈容器正在維修 所以我們的戰兔設計是 以Buildo屈容器的方向進行的製作 所以導致這也是為什麼 這個時候要拿來插Buildo屈容器的原因 所以這邊也代表一個點就是說 如果當下我們的老神他的腰帶沒壞的話 可能這個就會變成擠壓屈容器的一個版本 然後我們把這題外表講完之後 我們現在看它的外盒超帥一個屎原鱷 然後再來是這個鱷魚屎原的一個冰棒棍 我當時會想說 會不會外傳的時候 又再出一個別種冰棒棍 沒想到冰棒棍最後是配給我們的老神這樣子 還不錯還不錯 而且冰棒棍算是個非常高人氣的道具 這個道具我記得沒記錯 我當初好像買一整箱花了五千多塊吧 所以我個人覺得大概有四千多塊在買這個東西 老實講 然後上面的話就是道具跟它的臉 並且側邊有這個道具的全身 跟我們這位騎士的半身 這邊的話有一些詳細的說明玩法連動 它裡面的話還附一個紙本的一個說明書 這個質感真的是很好耶 不得不說 這個話就是我們始原二的一個本體 這應該算是我現在看 目前Biu的道具裡面質感最好的一個 老實講 基本上我們從這邊黑色部分 應該不是塗裝 它應該是採用紋理的方式 讓這邊設計出消光感 我剛才打開我才被驚訝到你知道嗎 很不錯很不錯很不錯 整年消光就幫這個加了很多分 因為你們要知道 CSN最常用的就是消光設計 然後再來是金色部分 金色部分的話 這邊也是帶有消光感 這個顏色還是很到位啊 不會到那種死黃金這樣子 其實越看越好看耶 真的很讚 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子的話 整個就是一個鱷魚嘴 鱷魚上鱷跟下鱷這樣子 然後呢 其餘部分的話 基本上是採用透明件的一個設計 好不好 呃 就跟當初的Biu的冰棒棍是差不多的概念 可是這個新規幅度還是蠻大的就是 然後我們把這個看完之後 我們現在來把它恢復成原本起死的一個狀態 它恢復成起死的狀態之後 基本上是採用跟冰棒棍一樣的音效 比例是同一個系統開發出來的 這樣子的話就是我們的起死狀態 就像就是長長的一個鱷魚嘴 這樣整個分裂開來 然後呢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個東西應該是原定要在TV版裡面 後期要出來的東西 呃 有可能是因為 廠商他們沒有辦法放到常規裡面 不然有可能是臨時起義啊 就想說 哇 怎麼大家都有強化裝備 偏偏老實人就沒有 那幫他做一個好了 所以呢 雖然它設定是發生在41、42集嘛 正常來說 使用完應該是要帶到後續的劇情 在劇情裡面的時候 可能它沒有做任何的調適 或是一些什麼設定之類的 導致我們老實人一變身 擊退我們的一種之後呢 這個就壞掉了 修復完至少一個月啊 42到最後一集 基本上時間根本不足一個月 而且哪有時間可以修理啊 所以導致這個東西就沒有帶到最終決戰啊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東西沒有出現的原因 好不好 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把這個故事講完之後呢 它這個應該是沒有搭載任何的搖晃功能 對都沒有 然後呢 這邊這個 也不能轉 因為它是鱷魚嘴嘛 所以呢 它這邊是沒有辦法轉的 它沒有任何的瓶蓋 所以到時候這個東西是沒有帶任何台詞的 名字這麼貴的一個限定名 只有什麼語音都沒搭載 那既然我們把這個看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麻煩進行一個 Hand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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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我們就變身完畢啊 這五千不知道怎麼感覺有點虧啊 我自己覺得啊 因為呢 它音效部分確實跟原作一樣 只是它的台詞一樣 大器完成 再次這個形態名稱啊 但是有一首音啊 也多一點 蹦一下的一個聲音嘛 就 它真的是喊完就結束啦 所以總共來講 我覺得這個真的有點偏向 也就是 純額外 就是 有點感壓上架的感覺啊 一點點 然後呢 我們這邊再聽一次 而且我個人覺得一個很可惜一點就是 沒有發現 我剛才有像原作人要搖兩下 但是它沒有辦法 跑出搖那個聲音啊 然後這邊的話 我就會變成兩個音效合在一起 音效確實跟原作一樣 但是我覺得後面的尾音感覺還需要再強一點 沒有像當初我們那鱷魚那個滿屏這麼的驚艷 然後呢 我知道大家因為蓋搭配這個可能大家聽不太清楚 所以呢 我們使用一個無聲版的 其實我會想要把他取不取 因為我想要聽他轉的聲音 原來他在轉的時候會發出類似那種 咬碎咬碎咬碎啊 基本上就是把 老實人他本身有一個特色 當成代其音 這個東西就是充滿老實人 自身經典型態的一個全部特色啊 然後呢 我們測試完畢之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必殺技的部分 GO 畢殺技的部分就好很多了 也有可能是因為近期的畢殺技沒那麼驚艷啦 所以呢導致我覺得過去的畢殺技 確實比較有個人風格 這邊的話就把他那個完全蓄意 然後咬住的那感覺出來 所以呢 畢殺技我覺得是OK的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 他沒有辦法像 後期的天才滿平衡啊 就是轉一次有一個畢殺 轉兩次有一個畢殺 他只有一種畢殺技而已啊 小可惜小可惜 但是原作中也只有使用過一次 然後就壞掉 畢竟是同一個系列的啊 其實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維先板機加上死云二會發生什麼事情 感覺整個驅動計畫直接爆炸吧 我自己覺得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整體的一件融起來 感覺差不多是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跟這個TRACE很不搭的事啦 這個死云二真的比較俗 只能單獨搭配的東西啊 這個感覺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超限定集裡面限定的一個死云二的開箱 總管他的內容物 呃 確實比較少一點 偏偏他有綁在這麼高 貴的一個套子 所以總管講我覺得有一點點小小的 覺得價值沒到 所以我個人覺得 如果這個東西 除非你是真的想要刺爆 Buildo 或是說如果你真的太喜歡老實人的話 再購入啦 個人覺得 但是Buildo系列還是很帥就是了 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一個卡麥特拉Buildo 死云二的一個完整的開箱 如果想要請問吧 待會兒我們下見 拜拜